二十一世紀的人才需要有創意、領導才能、靈活變通等多元化的特質 除了學科的知識方面 老師更要培養學生的好奇心,提升學習動機,以及分析和解難的能力 STEM教育是一個跨學科的學習體驗 以提倡動手做的方式,讓學生發揮創意 將不同範圍的知識融會貫通,令學生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科技學院為中小學提供多層面、多元化、多渠道的STEM教育支援 透過線上線下平台,舉辦勉強學生、老師的工作坊、講座、大型比賽等 推動香港STEM教育的發展 STEM聽上去好像很複雜,但其實可以很貼地 扭解式、紙飛機這些生活中常見的小滿意 也是STEM教育的例子 扭解式結合了數學原理、3D打印技術 紙飛機可以教學生公平測試的原理 流線型的概念就好像我身後這個流線型裝置 可以圍堵一些無形車、無形飛機,測試一些流線型的數據 我們從生活出發,為中小學設計了很多有趣、多元化、靈活的教案 教案組合是配合中小學的課程內容 老師可以自行挑選組合之中不同單元 來和學生一起體驗 例如全式影像教案 涵蓋了生物科的眼睛結構 物理科的光線折射原理 和數學科的幾何概念 每間學校在STEM教育的投入資源 力度都不一樣 科技學院有專門為STEM教育而設的實驗室 在硬件上支援中小學 我們更加會為中小學度身訂造教案 甚至會借出我們大學的實驗室 給學生用我們精密的儀器來進行實驗 例如檢測食品的成份、手機、電波等等 在教師培訓方面 我們設有STEM教育學的實驗室 來培訓教師在STEM教育方面的知識 協助他們設計教案 我們更加會邀請海內外的教育專家 在研討會上分享 邀請科技公司展示STEM教育的器材 研討會會更成為老師交流心得的平台 我們的STEM教育團隊展現了 STEM的創新、靈活精神、積極發揮創意 設計全新模式的STEM教學方式 例如以生活化的講題舉辦網上講座和工作坊 並製作材料包 派給學生可以在直播的時候 跟著導師的指引一步一步完成實驗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不同的STEM活動 培養學生對科學的探究精神 燃起他們對科學的興趣 甚至在將來加入我們科技學院 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發掘科學、科技世界的奧秘